这个男人上一秒还自带特效在大街上狂奔 下一秒就被黑人抬棺给抬走了 奎娜戴上守护者戒指 再次念出了羞耻中二咒语 咒语过后 奎娜被传送到了决斗场地下 这正是第九技能大师的守护者之塔 但是魔法点耗尽已经停止了运行 于是奎娜帮忙添加了魔法点 输入了魔法点后 四周瞬间亮了起来 这时守护者也出现 守护者告诉奎娜 她的主人第九技能大师 已经和其他十一名技能大师 退出了里亚德陆大帝 而原本游戏里只有十三名技能大师 也就是说这里只剩下了奎娜一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 奎娜整个人都抑郁了 把自己关在房间两天都没有吃饭 她的大儿子斯卡鲁格得知消息后 二话不说就冲出了房间 直接震撼奎娜一整年 一拳头把儿子打上了天花瓣 这时女儿媚媚也跑了进来 嗨 哎 唉 嗯 好吃 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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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